好 高宏安的案子 真的是爭議非常多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 有關是昨天這個助理費的案件 那北院昨天是首度開庭 傳喚了三位之前 在高宏安當立委的時候的辦公室主任 包括了有這個前主任陳煥宇 還有前行政主任黃慧文 前法務主任陳玉凱 這三個主任 昨天都再度的認罪 那麼其中這一位小兔黃慧文 他甚至在法庭裡面講 他說他真的沒有決定權 這通通都是高宏安決定的 那像是黃慧文的辯護人 他也說 勞工沒有選擇權 尤其是你的雇主 你的頭家 是這樣有頭有臉的立委的時候 這些助理 勞工當然只能聽從雇主的指示 我請教一下這個亮君 當然現在是都還沒有被判刑 只是說三個主任再度的認罪 這樣子的發展對高宏安來講是非常不利的 沒錯 我想昨天的這個開庭 三個主任都當庭認罪 然後希望能夠減刑 然後也一再強調說都是受到高宏安的指示 那作為小助理 當然就是奉命行事這樣子 那我想在這個狀況底下 當然現在司法程序都還在偵辦當中 但是就這三個主任認罪的狀況下來看 我想高宏安對高宏安來說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被認定為是不是真的有貪污 我想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那我想有待過議會或國會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其實所有的助理費 都是直接從這個市府或市議會或國會 直接進到助理的這個薪資帳戶 但是每個月國會是有加班費的 那加班費的話就是要由處理人事的這個主管 每個月來簽合然後報到立法院的人事處 那這個加班名單上面呢 他必須要有誰 要有立法委員本人的簽名 那不可以蓋章喔 一定要親筆簽名喔 所以呢高宏安絕對知道 每個月助理他每個月加班請領多少錢 不可能不知情 所以高宏安如果真的要從這個案子裡面來去脫罪 我想這個機率應該近乎於零 那在這個狀況下來 我們看到說高宏安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官司纏身 再加上他現在在新竹市長任內所涉及到的 是不是有收受不正利益 這樣子的一個疑雲 說不清的狀況底下來說 我覺得高宏安的事件 其實也可能會影響整個民眾黨在總統 以及立委大選的選情 是 那我們看到說這個高宏安 在這個新竹的紅色蜘蛛網裡面 大家就在抽絲剝繭 然後中和的立委參選人吳貞也挖到大祕寶 發現說原來這個倉意建設真的跟看起來跟高宏安 可能真的有一些密不可分的關係 那這種種的因素都會讓大家覺得說 高宏安透過新竹市府一直講說 請大家不要以而傳而 不要這個做不實的指控 否則我們就要提告 但吳貞也嗆明了 就說要告就來告嘛 但是真正會影響的 不是只有高宏安一個人而已 新竹市府要面對所有的新竹市民 來去講清楚 這樣子的一個都更案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內幕 或者是我們新竹市府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這要跟市民說清楚 再來就是整個民眾黨 現在的整個大選的選情 也因為高宏安事件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 那今天也傳出說這個原本要參選新竹市的柯美蘭 柯文哲就很支持 妹妹要出來選嘛 但是在高宏安的這個從助理費開庭 然後再到近期的這個紅色蜘蛛網的風雲當中 柯文哲也開始轉區保守 因為他也發現說在新竹這個風向 好像已經越來越逆風了 所以柯文哲受訪的時候 也講到說 那這個如果柯美蘭要選 那我們尊重這個選決會的決定 所以從一開始柯文哲講說 柯美蘭出來選 就是我柯文哲出來選 到現在他的這個表態的轉變 我想也可以看出來 高宏安事件對整個民進黨 從總統到立委的選情大有衝擊 剛才亮君提到那個吳征挖出的大祕寶 等一下我們再深入分析 因為那個蜘蛛網真的是密密麻麻 不過這邊我先來請教明佑 因為現在大家發現到說 這個助理費的案子 對於高宏安來講真的很不妙 市長大位都有可能不保 那台北地獄還有排定 就是說10月2號會傳喚這個王玉文 也是另外一位他的主任 就是大家可能在新聞上比較常聽到 是公衛文 就是這一位 那麼10月11號也會傳喚高宏安本人 那昨天的發展是這樣 因為這個週刊其實寫的蠻詳細的 甚至說檢察官真的有備而來 花了10分鐘 用這個PowerPoint跟這個法官 來陳述案情 我們這邊畫的這個三角圖 是這個示意圖 那就是說 檢察官他有畫出一個這個三角關係圖 那旁邊這個是我們的同事 我們在自己重置 這個是示意圖 我們不曉得檢方到底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跟法官來說明 那這個示意圖大概是這樣 高宏安他這邊用福報的薪資加班費 報給立法院嘛 那立法院當然呢 就是因為想說委員都有簽名啊 相信委員嘛 所以呢 匯入賬戶會給助理 認為這就是助理應該得的薪資 那麼接下來 助理會做什麼樣動作 會把福報的薪資跟加班費 扣除實際的薪資 那等於什麼 等於差額 那差額的部分 再繳給高宏安 所以這個三角關係圖 大概是這樣啦 那我想請教民佑 因為當然接下來很關鍵的 還有王宇文 以及十月十一號高宏安本人 他也會出庭嘛 這都是法官要考量的地方 只是說已經有一個辦公室裡面 已經有三個主任認罪了 哇 這個這個真的是證據確鑿了吧 我們可以這樣說了吧 我覺得現在害怕的是王宇文 為什麼 因為他是公關主任 如果他翻供的話 有可能還要再重新去審查 但是這三個主任 包括辦公室主任 行政主任 然後還有法案主任 他們大概都承認說 確實有這個過程 就是剛才孟琦講那個三角 其實那是數學體 非常簡單 但是就是因為太簡單 所以高宏安覺得不會被發現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怎麼可能不被發現呢 你以為在立法院上班的助理 都是白癡嗎 他們對法不了解嗎 他們對於自己的權益不了解嗎 所以高宏安就是太聰明了 他跟那個Jack就是太聰明了 才會搞到今天整個片 但是我要講 這三個主任 他們竟然承認因為檢察官很聰明啊 我就說欸 你如果行政犯行一年了 因為你不是公務人員 你如果公務人員就害了 你不是公務人員一年 有可能換行 換行就不用管了嘛 不用管嘛 就不要再犯就好 可是我想問的一件事情 高宏安你在截然討欸 你為什麼這時候還在關心 這個別人模擬的事情 而不趕快解決這一件事情 而且法官 這個檢察官很聰明 他十月二號先傳喚 他公關主任 就是龔衛文嘛 就是王玉文 然後十月十一號傳喚高宏安 高宏安到時候到法庭去的時候 他們會出示更多 就是所有你辦公室人的口供 那出示給高宏安 聽高宏安解釋 但是有可能會打臉到 你之前開庭時候 你所講的會有出入 這時候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的認定 當然我在我臉書有寫 可是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現在法官真的會這樣認定嗎 這樣真的就會有事嗎 還是會有恐龍法官什麼 但是在我的立場 我都相信司法 因為這一件事情 這個助理費的事情吵得沸沸揚揚 高宏安順利得到政治紅利 因為當時民進黨或者是國民黨 一起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都不承認啊 然後大家也覺得說高宏安好委屈喔 高宏安好可憐喔 柯文哲還替他背書 我想問郭台銘跟柯文哲 你覺得46萬不算他嗎 46萬不算他嗎 你們還有臉選總統 丟臉 為什麼 高宏安就是你們拱出來了 好啦 現在郭台銘搜手了 人在做天在看嘛 然後柯文哲的柯美蘭要選立委 搜手了 你自己決定 為什麼 因為新竹市是民眾黨的攤頭寶啊 好不容易一個高宏安啊 他前面助理費的事情都不解釋清楚 然後刑溯出被害人的角色 結果他順利當選 然後後面才有政商關係 所以你可以想到說 如果助理費是一個前哨戰 如果前哨戰都是這樣子 後來確定高宏安有貪污的嫌疑 後面再衍生出你在新竹市做的事情 哇 不得了啦 這個案子就好玩了 這是加重其刑 當然是一罪一罰 可是一加起來 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 我還是選 呼籲一下高宏安 真的回頭是案 回頭是案 把事情說清楚 比你在那邊發新聞稿要告誰好 事情如果能夠清清楚楚 你這些主任為什麼一口咬定 甚至你的行政主任小兔 就直接講 我是員工啊 都是聽高宏安的啊 當時都怪給Jack 都怪給高宏安 結果現在回過頭來 你的行政主任都說他是員工 聽你的 聽你的 這句話殺傷力很強 如果說四個主任同樣的口供 我想高宏安真的 就我送他四個字在檢南討 誠實一對 這個法官接下來會怎麼判 當然我們很難去預判 不過接下來溫大哥 我們來看到 是昨天這個新聞 真真戒竊發生在眼前 這一位是國民黨的 國民黨籍的前高雄市的議長 曾立彥 他是呢 他這個相關的這個官司 其實跟高宏安的這個有一點類似 都是因為有關於這個不時申報 人頭助理啊 低薪高報等等不法的手段 法官最後怎麼裁量 我們來看到是說 因為他的案情是說 他詐領的是一千三百多萬 詐領一千三百多萬的助理補助費 而且呢法官認為 犯後無悔意 所以昨天呢 這個一審的判決是怎麼樣 是合併應該要執行十二年 恥奪公權六年 這個詐領一千多萬 這個破十二年啦 恥奪公權六年 但是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好 我們看到這個是有點相關的案子啦 哇 曾立彥這樣直接被重判十二年咧 高宏安看到 你覺得他心裡會怎麼樣想 來 溫大哥 以高宏安見過大四面 我相信他是處變不驚啦 看他小臉的啦 沒在怕啦 這個郭台銘的 對不對 郭台銘請了多少錢 各位看這個 上一次的民調 這當然四年前了啦 現在選總統 郭台銘完勝小英 所以他那時候 就趕到這個末班車嘛 你現在說高雄這個判例 高雄這個判例 你也看一看 台灣的法官啊 初一十五不一樣啦 中秋節要搞了 齁齊十五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所在也不一樣 齁 南部判的跟北部判的跟中部判的 都不一樣 同樣貪七千九百九十九塊 兩千八百萬都判十二年啊 對吧 所以你法官你本身你自己行得不正嘛 誰會怕你 對吧 你沒有一體適用啊 沒有一個SOP啊 看人在看 看你後面的靠山是誰 現在高雄這個消化的怕是說 他的副市長跑了 副市長是檢察官耶 高檢署檢察官 蔡麗先生的趕快來跑了 請了一個門神 這個蔡信的女檢察官 至少你們這一些學弟學妹 或者是嫌敗 你至少會讓我的老闆 這個高雄安 但是再回頭看一下報紙 我覺得臺灣的報紙 因為現在銷路很差 各位看一下 這一些當時在八月十五號登出來的 都是這樣大大條 都是大大條 突然被罵喔 四十六萬助理會 對 都上了這些重要的新聞 連這活光山版的播創 也放在第二版頭條 你知道說 這個已經是變成過街老鼠 那你如果說 法院還在那邊輕輕放下 我告訴你 陳世會翻打 所以啊 他現在十月二號 他的那個 也是另外一位助理 王玉文 公衛文會出庭 這些都是馬前竹 都聽老闆的話 最重要是十月十一號 國慶連休四天連下 隔一天下午高安要出庭 這大戲登場 我建議當庭不要說收押 禁止限制出境 不能再讓他到美國去逍遙遊 搞不好一去他就不回 規劃要防備 一去就不回 你看過去劉松帆涉及到廣山案 他只因為拿了多少錢 結果被人家這個東窗四花 出去美國不回來了 劉松帆 當過立法院院長 還有個伍澤元 那為了這個四片頭案 也被法院判刑或起訴了 他也要跟王金平的這個 到美國的訪問團 AIT不給他簽證 後來呢 他馬上跳到另外一個團到日本 跟著這個日本團去了 因為日本免簽證嘛 去了以後 一去不回 所以十月十一號 你當庭就把高公安限制出境 這種卡小力又放他出去 這個就是到時候 就像那個誰啊 最近也有一個落跑了嘛 有一個跑出去 那個朱國榮 朱國榮 朱國榮 朱國榮是做 他是武裕 他是沒有去報到 然後判施所說三四天都沒來 騙笑的 那些警察在做假的 對不對 所以一定就要齁 十月十一號 大家看你司法界 你是不是真的把台灣 要讓他變成一個長治久安 而不是變成犯罪者的天堂 溫大哥很擔心 接下來訪美行會不會就一去不回 因為這個部分 我也請教一下金潔議員 因為最近確實看到有這樣的新聞 說高宏安規劃要訪問美國 十月十五號到二十二號 共八天 那本來這個第一版的這個計畫書 是說施政考察要拜會這個加州姐妹室 那邊的預算大概是一百三十萬 商務艙一個人 經濟艙十四個人 那可想而知商務艙 這應該就是要給高宏安坐 我們可以這樣合理的推斷 有議員出來講 這奇怪了 第一版給出來的行程 是說高宏安人到加州之前 他在十月十六號要先前往 欣欣那提 我剛才還稍微用這個Google Map查一下 加州到欣欣那提 這個距離有多遠 開車要三十四點間 大家就知道有多遠 那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說要拜訪姐妹室 那跑去欣欣那提要做什麼 這個企劃說明書裡面 也沒有講為什麼 就被懷疑是不是要去處理 母校論文的案件 那後來議員說 這個報導寫說 市府提供第二版的行程當中 欣欣那提的行程已經消失了 甚至傳出訪美型 也要延後到十二月 不過關於這個種種媒體的報導 新竹市政府呢 最新的回應是說 這些通通都是不實的意測 都沒有贏 真的是這樣 金捷議員怎麼樣來看 開庭完之後 會不會接著就到美國去呢 議員 我倒是覺得高宏安 這個要畏罪潛逃 不回來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他現在還是新竹市的一個市長 你說說他去拜訪截面試 就不要回來了 這個潛逃在國外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如此 因為基本上他還是市長 那我倒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助理費全台灣都有 我們新北市也有 台北市也有 台北市也有 台北市有一個同種業 貪污五萬塊 五萬 被判三年十個月 那很重喔 五萬塊 他現在還在執行當中 只有五萬塊 但是你看 就好像剛剛溫森溫大哥講的 七千九百九十塊跟兩千八百萬 同樣都被判十二年 當然溫森大哥很生氣 我覺得這個是司法 我們必須要施改的一部分 那我倒是覺得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助理費 不應該是全部用公基金拿出來 這個一到這個檢察官 一到法院 這個一定會被言行避漏 是誰說一定要 他又把他拿出來公基金 任何我們像我們都沒有什麼公基金 給你就給你的 就直接匯到他的戶口 剛剛亮金有講 我們都要簽名 他一個月零四萬 你就是四萬 議員的是老闆嘛 還是愛簽嘛 是沒有錯 我們簽了名之後 那個錢就是規 直接由議會直接支付 比如說亮金 我就直接匯給他 我就說你再拿兩萬出來 不可能為什麼他拿兩萬出來 他在情非得已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他要拿出來 這就是老闆你只是說 你只有給我薪水兩萬 那你兩萬要充公 拿來洗頭髮 拿來做美容 拿來買衛生用品 這個你到檢察官那邊 完全都是行不通的 這都說不過啦 甚至於買冰箱 為什麼要買冰箱 我覺得這個不合乎 我們的這個邏輯思考 規定不是禮拜要買的 所以說這個到了法院檢察官一問 這個都會攤在陽光底下 我覺得就我們新北市一樣 我們新北市議會也是一樣 有很多人涉及到助理費 都判很重的一個行責 那我們像這個高雄議會的一個議長 曾經議員也是一樣啊 都是都是都是眾叛啊 我覺得這個高鴻安從助理會 到這個他的新竹市長的 這個紛紛擾擾 比如說他的坐車 他的這個回建築 到他的這個文化局局長 我覺得現在已經佔據了 全台灣的這個媒體的版面 連我們的侯友宜啊 這個新聞都變得比他少很多啊 我們都很擔心 到底現在是在選總統還是選立委 還是在討論高鴻安 我覺得他已經都失家了 我覺得應該講就是說 高鴻安一次把他解釋清楚就好 把他講清楚嘛 其實這個助理會 我們已經講很久了 這個我覺得 已經沒有什麼討論的一個空間 我覺得就好像這個 剛剛明友講的 這已經難逃法王 我覺得他這個已經會被重判 而且已經不妙了 因為助理會一五一十的 他的那些助理小兔一五一十的 把他講出來 就是老闆交代的 老闆交代的 你就要涉及行責啦 你因為你這個就是貪路之罪條例 已經逃不掉了 來這個案子真的是越看越不妙啦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來看 因為高鴻安的這個爭議 還有包括他跟建商的這個 紅色蜘蛛網也不斷被爆料 那剛才有提到啊 吳征把這麼複雜的關係圖畫出來 懷疑說這當中喔 有可能有對價關係 可是新竹市政府很生氣喔 說你如果叫黑白狗 我就要跟你叫喔 來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看